哈喽 欢迎回来钱币小收藏 我是Eddy 今天呢 又是开包裹的 视频了 当然啦 我开这些包裹都是主要都是一些 可能是我购买的 还是拍卖会所拍到的 对 这次又是拍卖会所拍到的一些 胜利品小产品 然后这个 拍卖这次呢是从 这个所谓的荷兰 这个 对 这是荷兰 他没有写这边 就是这个 Currency的 一个拍卖 行所拍到的一些 产品 在还没有开始前 记得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 帮我按个订阅在下面 然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按个赞 再分享这个视频吧 那我们现在就 开始吧 let's go 没有东西 这里就写了 The Netherlands 所发过来的 啊 我们把它剪开吧 找不到刀片只好找了这把 这么大把的剪刀来代替了 不知道把刀片放去哪里了所以没办法吧先用这吧 没有东西了 这次呢是比较多 纸钞纸币 只有一枚 零币罢了 啊 其实这一堆呢并不是我的 就只有一两张是我的其他的都是我帮我朋友 一起拍的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张 这一张是 Escudos 的一个样票打了65 EPQ的 呃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在哪里我的确是 第一次看我真的没有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你们知道吗 谁有去过的也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 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啊 其实我觉得是蛮漂亮的不错 然后第二张呢 这个我根本 都不会读了 这是哪里的呢 什么不论 啊 真的不会读了 这个也是一张样票 specimen 这是67分的EPQ样票 也是 不错的 非常漂亮 95号 这是95吗 应该是第95log吧还是怎么样 你们有 会喜欢玩纸钞吗 还是你们都是玩 钱币比较多呢 我本身是比较多在玩钱币的 硬币 所以纸钞是非常少玩的 然后这张呢 一样是specimen 央票跟刚刚这一张是同一个国家的 我觉得是澳洲那边的吧 应该是可能是 法国跟法国有关系的吗 不清楚 我的确不了解 有知道的 真的 麻烦你下面留言告诉我吧 然后这张就是海峡 马来亚 我们叫蓝王 蓝王吧应该叫蓝王吧 然后呢这张是打了30分 就是流通过的 其实是蛮 我觉得不错的蛮漂亮的 是没有背标的 就是说没有修补啊之类的 再来一张 这是啊这张才是海峡 刚刚那张不是 因为 State settlement 对 这张就是海峡 这张是 应该是叫青龙吧 其实 我对票真的是不是很 很 了解啦 这张应该叫青龙吧 然后是15分 我听他们说这个签名好像是稍微比较稀少吧 然后票也会比较贵对吗 啊 这就有背标了 这是State 就是有 污脊 污脏 应该是这些吧 不过也能理解了15分这么低了就是 肯定会有这些了 然后 接下来这几张就是中国票了 我们先看第1张 这是第4版 应该是第4版吧 70分的EPQ 大黑心 然后号码 也是蛮低的 这三位数545 这张打了 钱雷打 一张满分的 然后这两张就是1949年的 对吗 对 第1版的 第1版的人民币 第1张是1000元 然后他是 他的perfect是123 蛮不错 票码没有47 3833 9 25 2 没有EPQ 但是也有50分 也不错了 这张 我觉得蛮不错的 一样背标是没有的 就是没有其他的 问题 最后一张了 这张是比较大的 数额 1万元 这个应该是马在耕田的吧 他们有一个 名称的名号的 我忘了 因为我真的不是 玩票的 我真的不是很熟 47 48 950 961 号码不错 玩票的他们都会比较专注 好像 号码吧 就是说有没有4有没有7 这张是25分 比较低分的 这张虽然是低分 但是他一样是没有背标的 不错 不错 这是一张牛 非常的 有那个历史感 然后他名字 真的太大了 1万元 好了 最后了 这就是 这枚肯定是我了 然后这枚呢 就是唯一一枚吧 我所拍到的钱币 我们看看它 是什么币呢 这是一枚1791年的 India Bombay 就是孟买印度那边的一枚 统币 PGS评级了 PR63 PN 这个PR的意思呢 在PGS使用呢 就是这枚硬币呢 是以特殊的格式 所铸造的钱币 就是我们整天听到他们说 ProofCoin的 如果是普通的流通币呢 他们会用MS的 而不是用PR OK PR是在PCGS 我们看到的ProofCoin 然后在NGC呢 它是PF 在PCGS 总数量只有7枚 这枚就是 PGS里面的季菌 在这次的荷兰之旅呢 我只拍了一枚 钱币 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是纸钞 你们 都有收藏纸钞的 习惯吗 如果有的话 你们都会收哪一国的纸钞呢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按个赞分享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